我们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参展企业名录中发现 在新西兰有一家专门生产鹿产品的参展商 该公司还声称 他们以中国传统中英理念为指导生产鹿营养自补品已经55年 这究竟是一家怎样的企业 我们去新西兰一谈究竟 新西兰以景色秀丽闻名 享有隐秘天堂的美誉 而我们所要探访的企业便位于新西兰瓦纳卡镇的尖塔站 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我们必须乘坐直升飞机才能前往 高空中尖塔站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 在山河之间 隐约可见的路群更让这片路场多了几分神秘 我是Olivia 我们从人们的日常网上来 欢迎认识你 欢迎认识你 乔纳森·沃利斯是这片路场的主人 他向我们介绍 这里牧草繁茂水质纯净 正是由于其独特的环境优势和纯天然饲养条件 尖塔站成为了养度的绝佳胜地 这个是纯天的水 我们可以喝这个水 可以喝这个水吗 可以喝这个水吗 可以喝这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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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身后就有一群鹿 如果不是站在这里 真的很难想象得到 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环境下 却生长着这么多健康壮瘦的红鹿 乔纳森和修向我们介绍 现在正值都末春初 他们会将刚收割完的鹿绒 运送至工厂内冷冻保存 这是地域工厂的红鹿 每个粒子都有一些 它有一个特别的数字 这就是我们可以返回到 乔纳森还和我们分享了 他们家族的创业故事 鹿在新西兰属于引进物种 由于缺少天敌 到上世纪中叶 大量繁殖的鹿群 严重侵害农作物和自然环境 成为了新西兰的有害动物 直到他的父亲Tim Wallace 开创了鹿产业 开始大规模加工鹿产品 出口国际市场 据乔纳森介绍 父亲Tim第一次前往中国时才发现 鹿在中医文化中 还被视为能带来健康和活力的滋补良品 这位父亲生产鹿营养滋补制品 提供了灵感 此后 中医就一直是 它是Apendeal营养品始终坚持的文化理念 修希望Alpine Deer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传统文化和现代消费者需求 将更好的产品带到中国 如今 新西兰是全球最大的鹿群存栏国 Alpine Deer的鹿产品生产量占全新西兰的70% 修表示 今年参加进博会的重点是向中国市场推广其产品与服务 并期待更多双赢的商业机会 新西兰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发达国家 也是最早响应中国一代一路倡议的西方国家 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一直是两国经贸合作的共同追求 而中国签署会也为像Alpine Deer这样的新西兰企业 进入中国市场 打开了一条广阔的通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